大家好,今天想和大家介紹一間位於日本東京 可以看到很美景色的酒店,The Bronsome Hibiru 它的位置非常方便,是位於銀座的附近 而交通方面的話,它就在地鐵內恆丁和JR山手線新橋站的中間 如果要去銀座的話,就在新橋站的銀座出口 一出去就是銀座雙圈,所以無論你想吃東西、賣東西都很方便 好,今講,看一間酒店 酒店在一間商業大樓的18至27樓裏 所以無論住在哪一層,都可以看到極高的東京景色 而且那個景觀都非常之開陽 而這間酒店就是剛剛這幾年才落成的 所以所有環境設備都非常之新正 而Check-in的大樓就位於18樓 所以去到大樓上面已經看到很美的東京景色 而大樓的設計都給予人一種很modern時尚的感覺 而一入到酒店房,也都會看到和大樓一樣這麼美的景色 無論早上和晚上都一樣這麼美的 以東京酒店的房間來說已經非常難得了 而看房間裡面的設備 在洗手間裡面,浴室都非常之乾淨,是乾濕分離的 而酒店提供的設備都非常之齊全 無論是洗頭水,護髮素,洗澡液,牙刷,牙膏 潔面用品,落妝用品都有提供臉 這個爽膚水都有 當然也有吹風筒 另外酒店也會提供一些製冰機 所以大家也可以在外面留一些冰 然後回去酒店裡面,嘗嘗不同的凍飲 說回房間裡面的景色 現在展示的就是我們在酒店房間裡面看到的景色 今晚有月亮的情況,我們還拍了一張很漂亮的夜景相 而你一起來的話,你就會在床上看出去 就會看到一個超美的日本的超重的景色 其實看清楚一點,你會看到這個東京鐵塔 現在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們怎樣訂這個漂亮的景色 我們其實訂是一個高級房的兩床房種 而這類的房子都可以看到無阻擋的東京景色 而左邊這一間,就要小心點訂 因為這些景色會被某一座商業的大廈遮住了 要在旁邊才看到一些遠一點的景色 所以只要圖片裡面的窗後看到一些綠色 或者加內景,部分的景色其實是會被一間商業的大樓阻擋了 所以大家訂的時候也要小心留意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了 希望大家來到東京有個愉快的旅程 我會繼續分享更多旅行必吃必去的地方 大家請訂閱我的頻道,拜拜 拜拜